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到底TR外汇投资是不是真的稳赚不赔还是一个虚假的资金盘游戏呢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TR外汇的具体模式 简单做个说明 总体来说它也是一种更单托管的项目 宣称由专业的操盘手来帮助用户操盘 与一般的托管理财不同的是 TR外汇分为AB仓来对冲风险 假如投资入金是1.5万美金的话 那么A仓会分配到1万美金 固定的止盈是72.5% 止损是50% B仓会分配到5000美金 作为保险赔付是不能出金的 按照TR外汇官方给出的算法 假如A仓盈利的话 那么利润是7250美金 加上本地之后 A仓一共是1万7250美金 那么B仓的5000美金充公到公司保险资金实力 综合算下来 盈利2250美金 假如A仓亏损的话 亏损额为5000美金 这个时候 B仓的保险资金就向A仓进行赔付了 恢复1万美金的状态 重新开始交易 那么初恋来看 TR外汇保险对冲好像是一个 这个貌似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式 绝对文转无契的买卖 一些投资者向我反馈道 每个月收益竟然可以到4%以上 但是在我看来 这里面明显有漏洞 对于TR外汇我有几大质疑 第一个质疑 交易理想化 TR外汇按照规定的72.5%止盈计算 非常具有迷惑性 那么止盈是什么 是最高盈利点 而不是最低盈利点 盈利率没有达到72.5%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概率 那么TR外汇宣称一般仓务省能拿到50%的胜率 他们能够做到60% 在不考虑止损止盈的情况下 这个确实没太大问题 但是TR外汇默认止盈是72.5% 止损是50%的情况下 还认为自己能达到60%的胜率 请问TR外汇是谁给你的重大的运气 是梁静龙吗 第二个质疑 更单的真实性和TPFX一样 投资者都在TR外汇只能看到历史记录 看不到一个下端持商的过程 根本不能确定利润是否来自于外汇市场 说白了 他们想给你看查 你就只能看查 更单的真实性存在质疑 第三个质疑 出金限制 在TR外汇要连本带利的出金的话 必须要连续三次盈利才行 据投资者反馈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满足要求 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也就是说 不管你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都只是一个数字 就是不让你出金 万一平台完毕下去了 一个月时间足够跑路 你看哪个靠谱的平台出金需要这么长时间 第四个质疑 平台的安全性 TR外汇官网已经打不开了 官网更换了网址 也没有有效的监管 最近客宿非常多 大量的用户反馈出金困难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风险 最后我总结一下 TR外汇本质上还是一个资金盘 他所说的保险对冲模式就是一个骗局 就是一个营销点 希望大家能够擦亮双眼看清楚 不要被闻骗了 如果已经参与其中的话 尽快想办法出金 不要当街盘侠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更多金融或者外汇投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 阿斯特区公路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